上海科 原本是一件快樂的事 但卡斯池每天要跟車稍微走路 這條去學校的路就在探討改進 昌華時當洪國小為例昌華高流到旁邊 好門口的準備路車流量也不少 但是學校旅邊的同學沒道 卻因為路以外 讓可以走的空間變得很危險 所以很多學生必須要走到買路面前跟車流做會走 為了解決這個問題 昌華館也完成真正 邀請學校跟廣護港部署全都會抗 希望可以讓同學沒道更安全 關本一條好好的林鄉寶島 所以因為路中有柱子和大王椰子樹 不然讓路面變色 也因為大王椰子的蝦子會讓風吹下來 隨時都有風土的最危險 讓學生每天上海科只能走在路面前 隨時都要跟大車稍微 只要注意就讓車撞到 這就是昌華時當洪國小的同學寶島 昌華館陳真正為了要改成當洪國小的同學 無法安全 要去好好跟昌華館政府工部署全都當洪國小來回家 希望可以改善當洪國小的同學 因為我們今天會來是因為我們認為 現在這個通學步道對我們的一般的朋友來講很不友善 然後我們是希望說說如果說說我們能夠做整體改善的話 我們把家長這邊弄一個家長接送區 把那些車子全部都是在家長接送區那邊 讓他們就小孩子放了以後就走 然後大門口這邊的就是讓他走路進來的這樣子 分流以後對小朋友還有連那個志工媽媽還有跟老師的安全 應該是都會比較好一點 當洪國小的校長表示 校長的通學步道因為都讓家長這麼用 讓學生沒辦法走 只能夠走在車道餅店 實在是很危險 雖然有向昌華時工所來歡迎 但是工所不是說地不是印的就是說無錢 就是你要請市工所把我們的所有需求全部都寫在上面 讓他送到縣府然後由縣府幫我們去前瞻爭取 他就說不是他的啊 他怎麼會這樣 那個不管是誰的只要公所願意幫學校做提案其實都可以的 昨天開會那個科長就已經跟我講說校長我先跟你說 他就拿那個齁那個就是重疊的給我看說這個不是我們家的地喔 這不是施工所的地喔 這講過幾號 對 除了我們學校其實還有其他學校也要提提這個通學步道的問題 那施工所他的回復是說因為他經費有限 那像昨天有張泰國中也有在講說 他們的那個通學步道上面也是有那個期望啊 期望 施工所可以幫忙協助做修剪嘛 那施工所也是說他們也是監備有限 就是如果是一般的非公 非公立的他們會去協助 但是以學校來講我覺得他還是希望我們去找到縣政 你看我學校的連鎖磚這個就是車輛進出啊 連鎖磚都毀壞嘛 那在那個兩側的通學步道上面都除了有花台 花台裡面又種了椰子樹 那有1%以上的道路都已經在我們通學步道上 那孩子他沒有辦法好好在通學步道上面行走 那通學步道他從現在做好了到現在已經超過二三十年 其實他已經毀壞了相當嚴重 那凹陷的也非常嚴重 那孩子走在上面對他來學校上課的情形 是非常危險的 保證中央掌尖教會當中 不是我們彰化市好像都沒有 其實這幾年都沒有人型的案子去做提案 中校國小不是嗎 中校國小不是工作級的 不是不是 那是珍珍跟黃學王立有一個很大的 對 因為珍珍在議會上有提到說 我們每個學校的校園外面的通學步道 對於學生跟家長是非常不友善的 那珍珍在這裡也很感謝我們的王縣長有注重到這一塊 馬上請縣補的單位來現場會看 那像我們現在所看到的我們的東方國小的步道 上面因為中間有數把我們的通道給阻隔了 所以讓小朋友在上下課的時候 有時候都要跑到走到我們的車道非常顯像環生 那珍珍的建議是希望說說我們做整個通學步道做整體改善 除了改善那個整個通學步道以外 另外還要再多設了一個家長接送區 把人車分開這樣子對小朋友對老師 甚至至志工大家都是比較安全的 送客客觀本是一件快樂的事情 但是呢是每天要跟車上路走 在避險當中 這樣這條通學字路就要來檢討改進 但我們也希望可以帶一日改善好好的通學步道 不讓後一代隨時生化在避險當中 新中華新聞 白飯林中華 蔡宏博德